我来做鱼头糕 大家好,我是阿燕 大家好,我来做鱼头糕 这次我要来做鱼头糕 又简单又好吃的鱼头糕 今天我做鱼头糕 我做鱼头糕 很简单 很简单 我就会 把鱼头糕 我准备好了一头 我已经准备了一头 还有两片的鸡胸肉 两片的鸡胸肉 还有鸡胸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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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小包的鸡胸肉 一大小的鸡胸肉 先把鸡胸肉放入鸡胸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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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胸肉放入鸡胸肉 鸡胸肉放入鸡胸肉 然后鸡胸肉放入鸡胸肉 加一点的砂糖 我们有一些鸡胸肉 炒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放水了 所以我们用大鲜鱼的烤油 用小火炒到软就好了 不一定要倒手 所以我们用小火炒到小火 用小火炒到软就好了 OK 差不多这样软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放这吧 那 已经放这些了 已经可以了 我们先放下 在下来呢 我们就调了它的粉 我们做了一碗的粉 三块公克的菜来米粉 我们用300克的粉 150克的泰白粉 150克的粉 1,000克的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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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,000克的水 10 那 udah aduk rata kita tuang lagi ya ke adonan talas tadi 为什么我用這個出來呢 因為 我用這個做錯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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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做錯了 我用這個做錯了 我用這個做錯了 為什麼要做錯了 我用這個做錯了 我用這個做錯了 因为如果不太多的煮沸腸 15分钟 20分钟已经好 所以煮沸腸了 这些煮沸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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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容易煮沸腸 或者煮沸腸 现在常常煮沸腸 再放煮沸腸 この煮沸腸 就够煮沸腸 煮沸腸 就 template 现在我们倒一点油 我们放一点油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水煮沸 水煮沸沸 水煮沸沸 那我们煮20分钟 煮20分钟了 已经煮20分钟了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熟了 OK 熟了 已经准备了 那我们就等它冷再切 这个已经冷了 所以现在可以切来煎了 那 现在已经准备了 那 现在已经准备了 所以现在把它切碎 然后再切碎 那我们来先加热煎锅 先煎一下 煎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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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点 很好切 很棒 不太热 所以我那里面 继续 loop 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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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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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